好,开始描述 准备好这个立杆 把立杆组装到前叉 竖板上面去 然后将个螺丝把它锁紧 好,然后调整立管的位置 要跟轮子中心对齐 这样我们的车把装起来的时候 才是直的 立杆侧面的螺丝要加固,锁紧 把车把放在立管的槽口上 顶盖扣起来 这个顶盖螺丝上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啊 就是第一颗螺丝不能锁太紧 稍微锁一下就行了 因为这样的其他三颗孔的时候 你装螺丝就好装 好,第一颗螺丝要不要扭太紧啊 一定要留在余地 这样其他三颗螺丝 它往里边锁的时候才好锁 他要是否会缺锁 你能够放在那里 然后再加上一颗巾 你那里有什么东西 你能够放在那里 你能够放在那里 好 调整好车把的位置 车把要往前倾斜10到15度左右 然后螺丝加固 四颗螺丝加固 特别注意第一颗螺丝锁立杆的第一颗螺丝 一定不能锁太紧 这样给其他三颗螺丝孔的时候 留点间隙跟距离 对角锁 对角这边 这边 这边 好 对角锁 好,可以 OK,OK